赤字22页还是日本建筑师以生命术作为设计概念 号称全台最美图书馆是因为日期一言再言之外 现在国民党有指控 其中2495万的总图互动多媒体标案 是由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小女儿苏巧存 透过白手套公司违法取得私下转包的标案 那你全台数位是不是就是一个白手套 用你的名字可是事实上 你就是给了二三设计的苏巧存 民修战道暗渡陈昌 你用一个限制型的招标 保证一定让你苏巧存拿到这笔案子 2495万 国民党出示的会议记录 都是由馆长姚敦明主持 其中二三设计公司出席签到的人 都是苏巧存 包括3月9号 4月11号 5月3号 以及6月10号共四次 但明明2020年苏贵就已经保证 担任隔回期间 女儿不会投标政府标案 难道又食言而肥 你换一个方式 用转包的方式 我相信陶渊市政府绝对知道这个状况 您的父亲知不知道 你接收到陶渊市政府的工程 郑市长你知不知道 我们严重怀疑 你们在包庇 将工程转发给苏巧存 边长苏巧存 他是不是借着政府的标案 来拿这个标案呢 先知愿澄清 这是与得标厂商的效果厂商合作 并不是与工部门合作 没有违反承诺 但刮点底下 透过第三方得标 算不算投标 恐怕还想看选民观感 能不能接受 TV新闻 钟一伦 廖宗庆 人家会台北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